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獅子座的人 王者應 天生花是外露 手上怎可以摸著王牌 作為最有自信的星座 獅子座很有魄力 因為他是萬獸之王 萬人景仰 所以政壇上很多大佬人物 例如克林頓、奧巴馬 都要獅子座 如果要選獅子座的代言人 我會投票選拿破律 要選手錶獅子座其實不難 為什麼呢? 獅子座是王者、萬獸之王 如果要魂魂手錶品牌當中 選王者 我很自然就想到誰 就是Pater Philippe PP 為什麼PP是王者? 先說明 市場上 從來沒有一個武林大會 去決定哪個品牌是王者 而我根據自己主觀認為 PP絕對是王者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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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可以分幾個方面去看 首先 PP的確在市場上 就是有個神話 什麼神話呢? 第一 一手市場 一些熱門的功能複雜的 建築 依然是很short after 可以說有錢買不到 甚至有錢買到都要排隊 這是一手市場 二手市場 不用說了 一些更熱門的款 去到二手市場 那個拍賣成交價 可以是斷十倍 八倍去計 如果要說全世界 頭那十隻 拍賣紀錄最高 成交的手錶 PP可以說佔了絕大多數 沒有七成都有八成 沒錯 你也可以說 勞力時 在拍賣價 都買得不錯 甚至乎 都很多炒款 但不要忘記 如果當一個品牌 它的連產量 幾十萬 甚至一百萬隻的時候 它有多少師傅 真正正可以 做到每件事 都是用人手工藝 你不跟一個品牌 幾萬隻 它的控制會比較容易 這意思是 它可以多了人的元素 PP 可以說是一個 複雜功能的代名詞 甚至乎 我會說是一個 萬年力的代名詞 為什麼呢 其實很早期 PP已經生產 萬年力碗錶 萬年力可以說是 PP 一個很灑家的功能 而它也是第一個品牌 去做一個 自動萬年力碗錶 今天這隻 就是完全一手一腳 由品牌自己自身打造的 萬年力 Chronograph碗錶 5270 這個萬年力 萬年力 萬年力就說它能夠 會計算大小月份 它知道哪一年是Leap Year 哪一年不是Leap Year 還有它還有 Cornograph 買得這類錶的人 不是單單欣賞它的錶盤 很多時候欣賞它的機身 是很有層次感 還有打磨有不同的finishing 所以看到它這些高級的複雜碗錶 通常是透明錶底 讓你可以將每個部分 每個components 都能夠進入眼鏈 還有一件事 要留意一下PP 我會覺得是一個全能冠軍 十項全能 為什麼 PP的range很闊 它的portal range 有簡單功能 有複雜功能 有運動款 有鮮文款 但在這麼多理會當中 它真的做得很成功 不會偏門買一遍 它有鮮文款 又多人要 運動款又多人買 就算高複雜功能 去到三運錶 和陀飛輪 依然是很得到 收藏家的垂青 只要是PP出品 就足以彰顯你的王者氣牌 如果你喜歡我說星座和手錶的故事 請繼續CLS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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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